跌最高 快快快快 我好像要贏了哦 三五好友一起玩排姐姐们 这画面真的好久不见 尤其下周二 三级警戒讲到二级 室内最多可以容纳五十个人 不过全国只有高雄 人禁止非同住者室内聚会 硬性规定是不是他不能过来 我们也不能过去 大家同年龄 同一栋大楼都会玩在一起 这样的规定好像不太人性化吧 家长有些无奈 葬集后高雄人禁止非同住者 室内非必要社交聚会 包括打麻将 玩桌游 甚至泡茶 聊天 统统不行 跟非同住者的室内非必要的聚会 这个我们没有改变 所以拜托大家能够配合 根据高雄最近几起案例来看 像是催拿师群聚案 就是打麻将及剧赌造成的传播链 另外屏东白排车司机 跟朋友泡茶聊天也造成传染 当然不敢一下子松绑 这样整条也是好啊 通常目前是不会啦 我们怕他们自己也会怕 解封在即 一旦违反群聚规定 可开罚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多数民众都自律配合防疫 避免疫情再起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